欢迎来到俊宝美食 今天做一道经典的甜点小吃 驴打滚 从炒豆沙到自制黄豆粉 再到麻薯 都会有详细的教程 香味扑鼻 口感软糯拉丝 甜而不腻 首先半斤红小豆提前一碗浸泡 能减少煮红豆的时间 把红豆清洗干净 重新加清水 把红豆煮熟煮烂一点 趁这个时间 我们来做一点黄豆粉 100颗黄豆提前洗干净 沥干水 不用浸泡 只要冲洗掉表面的灰尘就可以了 用小火把黄豆炒熟 炒到香味浓郁 表皮微黄 并且有轻微的开裂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破鼻机 加15颗白糖 打成细腻的粉末 我用裹熟功能键打了两分半钟 我们平时用来裹瓷巴 年糕的黄豆面就是这么做的 这边的红豆也已经煮好了 一定要充分煮烂 豆沙才会细腻 放破鼻机打成泥 煮红豆的汤可以加一些进来 切记不要加的太多 只要破鼻机能转起来就行 因为含水量太大的话会很难炒干 把打好的红豆泥倒入布沾锅 加120克白糖 这个糖量做出来只是微甜 如果希望达到外面卖的豆沙的甜度 至少要加200克 开最小火慢慢把水分炒干 炒到半干状态了以后 加100克气味小一点的食用油 等油被完全吸收了以后 再接着炒一会儿 炒到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做糯米麻薯 120克水模糯米粉 30克玉米淀粉 40克白糖 200克纯牛奶 搅拌至完全看不到干粉颗粒就可以了 然后放蒸锅 上面扣个碟子 防止多余的水蒸气进入 大火蒸15分钟 水开后计时 出锅以后稍微晾冷一点 加入20克黄油 等到不烫熟了以后 趁热把黄油揉进麻薯里 揉到光滑又细腻 看不到黄油了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一点黄豆粉防粘 把糯米麻薯放上来 上面也撒薄薄一层 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的片状 要稍微厚一点 才会有层次 然后铺上一层豆沙 轻轻把豆沙推开 不要太用力 不然麻薯会破 然后卷起来 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裹了黄豆面的麻薯真的太好吃了 软糯香甜不腻口 喜欢可以先收藏视频 有空你也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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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